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如此 驾驶飞机的机长依然被人们称为英雄 这一起事件后来也被称为苏城空难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1989年 带大家重新树理下这些空难的细节 丹佛是美国克罗拉多州首府和最大的城市 在19世纪之前 丹佛还只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后来伴随着淘金浪潮 有大量的移民工人 涌入到这个地区定居下来 这里很快就发展成为了一个采矿重镇 到了1858年就成立了丹佛市 而位于丹佛市北边的斯特普尔顿国际机场 从1929年到1995年期间 一直是丹佛市最重要的一座机场 非常忙碌 1989年7月19日下午1点10分 乘坐美国联合航空232号航班的乘客 在听到机场的登机广播提醒后 开始收拾随身物品 陆陆续续的走到登机口准备登机 此次航班的飞行计划是 从克罗拉多州斯特普尔顿国际机场起飞 京庭伊利诺伊州奥黑尔国际机场上下旅客后 继续飞往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国际机场 7月份正值暑假是属于孩子的美好时光 联合航空公司针对儿童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活动 比如此次航班 凡是14岁以下的孩子达成只需要一分钱 因此飞机上一共296人 除了三名机组成员和八名乘务人员外 还有52名儿童 只飞此次航班的飞机 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DC-10初级客运版本 DC-10-10 它是一架有着近18年近龄的三发动机中远程宽体客机 虽然比波音7x7的载客量要少 但航程却相对更长 可以在较小机场使用短的机场跑道起架 是当时波音最有力的竞争者 此次航班的机长是阿尔弗里德·海恩斯 57岁 在联合航空公司工作了33年 拥有29967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在DC-10飞机上有7190个小时 副机长威廉·比尔48岁 拥有2万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在DC-10飞机上有655个小时 他和机长海恩斯一样 在开民航飞机前 都曾是美国部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飞机工程师杜德利·约瑟夫·德沃夏克 51岁 他有1万5千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虽然在DC-10飞机上的飞行只有33个小时 但在此之前 他在波音727上已经积累了1903个小时 有这么一群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保驾护航 又会发生怎样 让他们也解决不了的麻烦呢 下午2点09分 得到起飞许可后 伴随着轰隆隆的发动机身 联合航空232号航班 离开了斯特普尔顿国际机场 和往常一样 飞机在升空的过程中 机长向塔台发出了简短报告 没过多久 飞机就到达了37000英尺的巡航高度 3点16分 天空万里乌云 乘客们在平稳的飞行中刚用完餐 有一些人准备小气一会儿养精蓄锐 而一些刚用完餐的孩子们都还挺兴奋的 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讨论着感兴趣的话题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打破了这午后的闲暇时光 乘客们惊呼出声 开始左右观望 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巨响之后 飞机开始剧烈抖动 驾车舱里的人第一时间开始检查飞机 副机长比尔断开了自动驾驶仪 接管了飞机 机长海恩斯终于在剧烈抖动的仪表盘上 看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飞机垂直尾翼底部的2号发动机 发生了故障 3点17分 机长关闭了2号发动机 并要求飞机工程师 为故障的发动机 执行发动机关闭检查表 随着2号发动机的关闭 飞机停止了剧烈抖动 此时 副机长突然大声近户着 我无法控制飞机 飞机高度开始下降 机身逐渐向右倾斜 机长海恩斯听到后 立即表示 让他来驾驶飞机 他把操纵杆向左打到底 却依然无法改变 飞机继续向右倾斜 如果不及时将飞机调平 机身很快就会翻过来 然后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境遇 直至坠毁 当机长海恩斯意识到 可能不只是2号发动机发生故障这么简单时 飞机工程师突然大喊一声 飞机上三个液压系统中的液体压力和液压油数值都为零了 一听到这句话 机长和副机长两个人瞬间是头皮发麻 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要知道 液压系统是飞机上的命脉 它可以将机车操作杆的指令传送到机体的控制面 比如升降舵 方向舵 精翼和负翼等部位 如果液压系统失灵了 那么操纵杆就成了摆设 飞行员将无法通过操纵杆来控制飞机 比如飞机上升 或者下降和左右转弯等等 通常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紧急状况 飞机上都不止一套液压系统 比如这家DC10上就配备了三套各自独立的液压系统 其中任何一套都可以维持飞机的正常飞行 可如今三套都失灵了 简直是难以想象 现在飞机上能控制的只有左右两个发动机的功率 下午3点18分 就在机身即将翻滚到倒置的位置之时 机长海恩斯当即决定将飞机左侧的发动机降到怠速状态 然后加大右侧发动机的功率 这个操作很快就起效了 飞机慢慢地恢复了平飞 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飞机只能右转 他们现在已经偏航了 肯定是无法达到预定的目的地 尽快降落就成了上上之血 3点20分 飞机工程师用无线电呼叫了 明尼阿波利斯航路交通控制中心 请求紧急援助 希望可以获得解决方法 和将其引导到最近的机场进行迫降 第一面的维修人员表示 DC10飞机上的三套EA系统几乎不会同时失灵 所以并没有为此建立紧急程序 所以无法为控制飞机提供有效的帮助 而空管员根据飞机的位置给出建议 可以降落在爱荷华州的梅英国际机场 下午3点22分 空管员再次给出建议 可以在爱荷华州的苏城机场迫架 得到机组成员肯定的回答后 联合航空232号航班随即被引导至苏城机场 就在机组人员引导飞机降落到苏城机场时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飞机开始起伏运动 一会扶摇直上 一会俯冲直下 这种起伏运动 通常就是发生在烟压系统损坏后 飞机的各个异面控制功能失效时 经过这么一折腾 飞机大约失去了1500英尺的高度 并且高度还在持续不断的下降 机长和副机长打着配合 利用剩下的两个发动机 有限的控制着已经失控的飞机 尽量让其保持平稳飞行 3点26分 机长让一位自身的空城服务员进入驾驶舱 让其准备紧急迫降事宜 没过一会儿 空城服务员再次来到驾驶室 告诉机组成员 飞机上有一位正好休假的联合航空飞行员 兼DC10飞行教官 他希望可以进入驾驶舱提供帮助 此人叫丹尼斯·爱德华·费奇 46岁 有230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其中在DC10飞机上有2987个小时 重点是 他曾在模拟器上进行过类似的情况练习 下午3点29分 机长海恩斯同意费奇来到驾驶室 他先是简单说明了 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 然后就让费奇去客舱检查一下飞机的记忆 看看在他们操作时 机翼是否有变化 在被告知几乎没有变化后 机长便让飞机接管油门 他自己和副机长集中精力观察飞机的状态 采取应对措施 根据飞机目前的状况 如果不赶紧破降 飞机将会在30分钟后 简单粗暴地重重地摔在地上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 飞机发生故障后 苏承机场是位于飞机的主侧 想在这个机场破降 就需要一个左转弯 但此时的飞机只能右转 于是机长海恩斯决定 利用两个发动机 让飞机一直做右转掉头的动作 只希望飞机在跌落地面之前 可以对准苏承机场的跑道 3点35分 飞行员目视到了苏承机场 按平时的操作 飞机应当减速做最后的进场程序 但由于液压系统失灵 精翼无法伸展 精翼可以增加飞机的升力 包括起飞时增加升力提速 和降落时增加升力减速 精翼无法伸展 想要保持升力就需要一定的速度 所以此时 他们的前进速度和下沉速度 远远高出了安全着陆时的正常速度 苏承机场已经为他们提供了 全长9000英尺的 全市最长的31号跑道 机长韩斯只是副机长 倾倒一些多余的燃油 同时也将实情告知了客舱的乘客们 就在驾驶舱里的机组成员 和这架失控的飞机 进行紧张的生死搏斗时 苏承机场也是忙翻了天 当苏承机场接到 有架失去控制的飞机 将在这里紧急迫降时 已经启动了应急程序 机场跑道被清空 消防车和救护车 全部赶来了机场 待命 下午3点41分09秒 苏承空管员持续不断地 为联合航空23号航班 提供苏承机场的方位 距离 以及一切可以降落的场地信息等等 3点50分 资深的空乘员 开始给乘客们 做最后一次安全讲解 整个客舱 除了婴孩的T-CUSH 其他人都在静静地听着空乘员的讲解 做最后的准备 3点51分04秒 当联合航空232航班 大达机场以北21英里处时 空管员要求 飞机可以稍微扩大转弯范围 飞行员们操控飞机 做最后一次右转弯 希望这次转弯之后 可以对准降落的跑道 此时机长还不忘提醒空管员 不管你做什么 让我们远离城市 3点53分 空管员提醒机长 在机场东侧 有一条四车道的洲际高速公路 如果飞机无法到达机场 也可以尝试在那里降落 公路已经有很长一段被封锁 随时可以使用 但是飞行员坚持要在机场降落 3点58分11秒 就在飞机转弯一圈后 再次目搜到苏晨机场时 机长对空管员表示了感谢 并指示副机长 提醒乘客们 飞机即将降落 与此同时 飞机工程师将自己的座位 划到了油门后面 给正在专门控制油门的废骑 在着陆时使用 3点58分59秒 飞机已经对准了跑道 但是对准的 却不是提前计划好的31号跑道 而是已经停用的22号跑道 此刻这条跑道上 停满了前来救援的消防车和救护车 等候在22号跑道上的人们 在接到消息后 火速撤离 尽量避开飞机的俯冲路径 转眼间的功夫 跑道就空了出来 空管员及时将情况 反馈给了飞行员 3点59分11秒 飞行员和空管员 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 3点59分29秒 在迫降的最后阶段 驾驶舱的机组成员 用广播告知客舱里的乘客 摆好迫降姿势 为着陆做准备 4点 伴随着禁地警告系统的警告音 飞机的机头突然出现下降 和机翼右倾的情况 控制油门的废骑 在意识到这点之后 试图在最后时刻将飞机拉平 然而已经毫无用处 一切真的尽人事听天命了 4点0分16秒 飞机在22号跑道中心线 稍微偏左的位置上 重重着陆 右翼先触及地面 巨大的冲击力将右翼给扯了下来 泄露的燃油立即被点燃 飞机尾部被折断脱离机身 而大部分的机身 快速朝22号跑道右侧滑行 滑行途中 机身还翻滚了几次 机头扎进了土里脱落 剩余的中间客舱 连同了飞机左翼继续向前冲 最终在跑道附近的玉米地里停了下来 后见机长海恩斯诡异 飞机在着陆前20秒内 它的前进速度为215节 下沉速度为每分钟1620英尺 而安全着陆的范围是140节和每分钟300英尺 等候在附近的救护车和消防车 看到飞机者重重的夜衰后 迅速赶往冒着浓浓黑烟的飞机残骸附近进行救援 机上296人 有185名幸存者 其中重伤47人 轻伤125人 13人没有受伤 幸存者中大部分人都是坐在机的前面 而一直拼命控制飞机的4名机组成员也在幸存者的名单中 他们是在坠机事故35分钟后才被发现救起的 机上52名儿童中有11名不幸离世 空难发生后不久 一位重伤的乘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最终此次空难共造成112人死亡 由于当时地面上的人早就知道这架飞机会在苏晨机场紧急迫降 所以当地很多电视台的摄影师早就在机场附近等候 准备拍下飞机的迫降过程 所以这次事故也成为了航空史上记录最完整的空难之一 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派遣了空难调查小组赶赴事故地点进行调查 目前所知道的就是飞机在坠毁前44分钟 飞机的二号引擎发生故障 然后三套一二系统离奇失效 导致飞机无法控制 这连者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联呢 根据事故调查组的调查 很快就发现了几条重要线索 根据一位农民提供的信息 调查组在距离事故地90公里外 找到了一块飞机尾部的残骸 在这块残骸里 发现了飞机上二号一二系统的零件 通过分析飞机的飞行路径 算出了残骸脱落飞机的时间是在3点16分 而这个时间正好和二号发动机 发生故障为同一时间 此时调查原型中 有无数个猜想及于验证 通过仔细检查事故现场 找到的飞机残骸中 每一条液压管线后发现 三套液压系统管线上的破洞点 都集中在故障的二号发动机附近 在黑匣子的飞行数据中 并没有发现飞机的三个发动机 在出事前有任何异常情况 但实际上二号发动机的确出现了故障 调查组在复原故障发动机时 发现发动机的外壳满是孔洞 这些孔洞是被某种物体 从内往外击穿造成的 而孔洞中发现了 有太空金属之美誉的钛元素 它因为重量轻强度高 再加上它稳定的化学性质 有耐高温 耐低温 抗腐蚀等特点 所以钛合金常被用来制造飞机和各种航天器 那么这个钛元素是从何处而来 带着这个疑问 调查组很快就发现了 故障的发动机缺少了一个 重达370磅的巨大零件 这个零件是负责将空气 传入发动机的风扇盘 因为要承受所连接枫叶片的巨大离心力 所以它一般都是用钛合金制造的 现在整个风扇盘都不见了 为了找到它 发动机制造商还提供了高额的悬场金 终于在事发3个月后 被一位农民在自家玉米地里找到了 风扇盘被发现的时候 裂成了两个大部分 如此坚固的钛合金材料 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撕裂的 技术人员对裂开的风扇盘做了详细的检查 结果在无数条裂痕中发现了金属疲劳痕迹 金属疲劳是一种永久性损伤 没有明显的痕迹让人察觉 而其造成的破坏往往都是突如其来的 因此调查人员作出推测 飞机上的乘客听到的那声巨响 就是风扇盘因金属疲劳而爆裂的声音 爆裂产生的金属碎片击穿了飞机尾部很多地方 其中就包括位于附近的水平尾翼以及三套液压管线 所以在发生巨响之后 飞行员完全无法控制飞机了 这么坚固的钛合金零件为何会出现金属疲劳呢? 通过更进一步的细致检查 技术人员在金属疲劳的区域发现了不该存在的氮气和氧气 他们会在钛合金里形成小空洞 常年累月使用下来就会出现金属疲劳问题 通常为了防止其他气体进入钛合金 工厂在生产钛合金的时候 都是用双真空的冶炼工艺 这是目前世界上冶炼高端金属材料最典型 也是最成熟的工艺 生产出来的钛合金还要进行超声波测试 如果不合格将会回炉重造 那么很可能制造这架飞机的风扇盘 所用的钛合金本身就存在冶金缺陷 调查人员在裂纹表面还发现了一种渗透性的荧光材料 这种材料是在维护期间用于检查裂纹的 这说明飞机的风扇盘在之前维护时裂纹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检查人员却并没有发现 经过多方调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最终出去了这些空难的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 这一次事故可能的原因是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发动机大修设施 在检查和质量控制程序中 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为因素的曲线型 导致未能检测到一条疲劳裂纹 这条裂纹位于风扇盘的关键区域内 是一个先前未被发现的冶金缺陷 这架DC10的故障发动机的风扇盘已经用了18年了 每次发动机启动并且达到工作温度时 裂纹就会扩大一点点 而这次飞行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裂缝变成了大裂缝 最终导致风扇盘爆裂 破坏了液压系统 可由于发动机公司和其供应商的生产记录 存在严重的不规范和漏洞 所以无法追溯到制造风扇盘的材料来源 与此同时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还在模拟飞行器中重建了此次事故 在与联合航空232航班 出现同样问题的模拟飞行中 很多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还没有到达地面之前就坠毁了 因此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安全降落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直飞此次航班的飞行员 能有如此表现 已经是大大超出了合理预期 值得赞扬 因此 尽管联合航空232航班的紧急迫降 导致了飞机解体 有112人死亡 但机组成员依旧受到外界的高度评价 机长韩恩斯也被人们称为英雄 而机长本人认为 此次的苏城空难 能有众多幸存者离不开五个因素 运气 沟通 准备 执行 和合作 比如 好运气就是 事故发生时 飞机正好经过了爱荷华州 这块相对平坦的土地上空 又是天气很好的大白铁 破降时 又阵逢医院的交接班 医护人员到港快 同时 苏城机场正好是军民公共机场 机场除了提供商业和通用航空服务外 还是爱荷华州空军国民警卫部队的基地 和第185空中加油部的空中机动司令部 发生事故那天 正好有285名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人员在机场值班 所以他们可以协助疏散地面人员和运送飞机上的商员 好的沟通就是 事故发生后 空中交通管制迅速做出了反应 各部门之间的沟通非常顺利 而机组成员在各司其职的同时 无障碍的沟通 才能让他们可以沉着应对眼前的困难 所以机长韩斯认为 功劳是大家的 他本人是拒绝别人说他是英雄 他还认为 空乘人员在此次事件中所做的工作 没有得到大家足够的赞扬 后来 机长成为了航空安全方面的公共演讲者 有意思的是 在2003年 他以演讲者的身份 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一场航空安全相关的研讨会 会上交流了飞机在失去液压后该如何挽救等经验 很巧的是 一位参加研讨会的机长 在几个月后就遇到了液压全无的情况 该机长最终通过控制发动机的功率大小 成功迫降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架完全失去液压控制 却还能安全降落的大型民航机 这位机长就是DHL霍基巴格达预期事件中的机长 艾瑞克·甘诺特 而有关DHL霍基巴格达预期事件 咱们就留着下回再聊 这次事故后 在较新的飞机设计上加入了液压熔断器 如果再遇到液压管线发生穿孔 可以防止液压油全部流失 如此 即使三套液压系统同时在尾部受损 最起码可以保证飞行员还有一些液压油可以用 2012年5月7日 苏晨空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飞行员废齐因脑癌去世 享年69岁 2019年8月25日 机长韩斯在距离他88岁生日还有6天时 也因病去世了 在他去世后 联合航空公司再次发表声明感谢他 在联合航空232航班上做出的非凡贡献 这起空难和哈德逊河的奇迹一样 是典型的机组人员力挽狂澜 虽说这次迫降不算成功 遇难人数也有112人 但要知道 在此之前 从没有民航机在液压系统失灵的情况下 迫降成功的 就连当时等候在地面的救援人员都认为 此次迫降恐怕是无人生还 能救下超过半数之人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毋庸置疑 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好了 以上就是速成空难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不会错过的下次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